拍摄的成都大片花絮在赵露丝的片场发布 因为作为演员的赵露丝大家都很熟悉 他的新剧《我喜欢你》受到了很多关注 赵露丝出演的多部影视剧都非常受大众喜爱 由于这些作品他们的知名度增加了很多 目前露丝还在拍摄《国子剑》 这档节目需要届时播出 因此许多观众将在观看节目时观看节目 很多人喜欢赵露丝 是因为他出演的影视剧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欢 许多粉丝更喜欢他的外表而不是他的性格 因为他有一个独特的外表 被描述为沙雕的头发亮和可爱的胖乎乎的脸 网友吐槽赵露丝线下活动拍照身材比例太高 这让人们对他不断攀升的人气产生了质疑 近日赵露丝工作室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 他现身成都工作室 乍一看赵露丝格很瘦 屁小编认为赵露丝即使穿了宽松的裙子 体重也有80斤 很多人都知道赵露丝的体重只有80公斤左右 赵露丝通过缩小五官来减少面部肉肉让他更有魅力 赵露丝以圆脸和肉肉之称 很多人不相信他只有80斤重 这让他名声大噪的象征不太可能 从他后台录影的照片来看 赵露丝觉得他超重了 直接看他的脸 他不相信自己瘦了 相比之下 幕后视频中的图像证明他的面部苗条身材被忽视了 很多人发现 从某个角度看 赵露丝的脸瘦了不少 有了赵露丝的侧脸 就很容易领略到他的立体五官了 尽管他吃的是玉米 但他脸上的肉似乎略微减少了 最近有人说他拍戏后瘦了 本来赵露丝脸就小 几斤肉翻滚后 他纤细的五官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之前赵露丝还嫌弃他精致的小脸 他的不快是因为脸上的肉少 任何人从正面看他的脸 都会发现他非常脆弱和小 赵露丝体重明显增加 观众认为他肥胖了 他的脸实际上非常有吸引力 而且他在镜头前显得比实际小得多 赵露丝的视频截图显示 他的腿又直又细 脸小也是优点 有网友称之前照片中的赵露丝脸显得很大 但在他体重极轻的情况下 证明是假的 相反 他们认为他的脸显得更大 因为婴儿体内的脂肪是一个主要缺点 细看赵露丝的身材 从头到脚都能看到他瘦削的身躯 我觉得难以置信 他的双腿如此纤细 看起来是假的 实际上很难相信 从未见过这些腿的人 会将瘦腿样式误认为是实际的复制 瘦瘦的 看似没有脂肪 似乎能支撑80斤凳子的重量 然而这些肢体实际上是装饰性的 看起来更像是漫画 而不是真实的肢体 真羡慕腿这么长的人 体重还能造成瘦腿的效果 赵露丝的体重 就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尽管身材苗条 但赵露丝的大腿 还是很明显地展现出了 他的身材线条 看来他是通过经常锻炼 来保持这种体质的 之前有人说 赵露丝的腿比截图里的要粗 然而 人们却分不清赵露丝现在的腿 和镜头里的腿有什么区别 这双靴子看起来 一直包裹在赵露丝的脚踝处 丝毫看不出他下肢的厚度 赵露丝纤细迷人的腿形 人人都爱 这段视频让公众一睹他的身材 但没有人会说他不完美 你可以给编辑留下关于这个故事的评论 另外 阅读下面的故事内容 看看你对图片中的赵露丝有什么看法 张子峰和吴磊拍摄海报的幕后花絮 CP有点甜 他们合作了一部新电影 受到了公众的欢迎 儿童演员在许多受欢迎的节目中 为公众提供娱乐 这方面的一些例子是杨子 张依珊 关小彤 张子峰和吴磊 彤星长大了 但人们仍然关注他们的表演 同辈的两位彤星是张子峰和吴磊 他们年轻时就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长大后也没有经历过职业生涯的倒退 众所周知 他们的好运会引起其他表演者的极度 在他们年轻的时候 大众对这两位演员的期待值是非常高的 即使是成年人 他们仍然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 需要指出的是 他们现在的持续发展相当不错 长大后 想必大家都知道张子峰和吴磊靠着演技圈粉不少 许多人认为他们的表演天赋 在年轻演员中是出类拔萃的 张子峰和吴磊共同编剧了新电影《夏日未来》 当我看到张子峰和吴磊合作新电影的消息时 惊得下巴都掉了 毕竟两位演员之前就已经合作过 之前的电影圈粉不少 很高兴得知张子峰和吴磊最近合作了一部新电影 作为公关噱头的一部分 他们俩早些时候都出现在电影丑中 看过电影的人应该也知道他们之前合作过另一个项目 近日 张子峰和吴磊两位演员宣布将合作拍摄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叫做《仲夏未来》 两位演员都将出演角色 得知此消息后 不少网友激动不已 要知道 无论是张子峰还是吴磊 演技都非常出色 颜值也很高 不知道二人在下一部电影《仲夏未来》中 会有怎样的演技呢 他们的第一次合作令人激动 《仲夏未来》 海报的镜头由张子峰和吴磊拍摄 张子峰和吴磊拍摄花絮的公开曝光 在宣布两人将在《仲夏未来》中饰演浪漫情侣后 不少人纷纷表示惊叹 张子峰和吴磊的亲密关系 在两人合影宣传电影时可见一斑 两人都强烈拥抱他们的共产主义自豪感 这对他们两人都产生了非常甜蜜的影响 吴磊和张子峰拥抱的画面背后 是他们拍摄海报时的面对面画面 两人此后都不淡定了 在拍摄过程中 张子峰和同事张子峰虽然害羞 但始终保持着专注和认真 即便如此 他们似乎还犹豫着要不要松开相机 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 张子峰坐直身体 放声大笑 看到张子峰和吴磊联手打造的海报 让人格外甜蜜 人们也喜欢在同一个镜头中看到他们的互动 正因为如此 他们相信他们的合作描绘了一种准确的合作和伙伴关系 令所有参与者感到惊讶的是 两人扮演的情侣仍然是成年人 他们联手记录有关青年校园的故事 最重要的是 他们彼此并不疏远 人们觉得电影花絮中两人拥抱的镜头很可爱 因此 他们预计这部电影上映后会广受欢迎 两位演员的同框互动给观众带来了愉悦的邀请 太甜蜜了 不容忽视 两位演员都从中获得了经验 他们的信心也从彼此的互动中增长 海报上张子峰和吴磊的镜头给不少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少网友也应对两人的看法而推荐观看这部作品 据传即将上映的电影《仲夏未来》将在七夕期间上映 我迫不及待的想亲自去看这部电影 每个新故事都是一种美妙的享受 在这部电影中出现的演员的未来在观众看来充满希望 张子峰和吴磊的表现在很多人看来都是非常出色的 而作为一个团队的出现更是让他们脱颖而出 你看好即将上映的电影《仲夏未来》吗 因为张子峰和吴磊的合作让你们很兴奋 他们一起合作过 请在下方指定区域留言 关于CP的任何疑虑或问题